好人的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 英文句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动词 那老师在前面的单元里面都讲过 英文动词分两类,你看 第一类叫B动词,所以它的原型叫B 一人称用M,二人称R 三人称单数就是用E字 那现在我们要进入过去式了 还有要介绍未来式 用will be will是助动词,所以后面加圆形B 圆形就是B,助动词加圆形 第二类的动词就是动作动词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般动词 像这个No,知道圆形就什么都不加 那一人称用No 三人称单数 要加S 那加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 过去式 它是New 未来式就是助动词加圆形 Yeah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那么多单元 重点都只有在哪里 只有在圆形 现在是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之前重点讲的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地方了 过去式跟未来式 那同学可能会紧张 老师越来越多,我好害怕 不用怕 一定有技巧的 老师会告诉你技巧 所以呢,你慢慢来 我们先从题目来判断一下 究竟要用现在式 还是过去式 还是未来式 我们先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中文只有在动词的地方 变化 那么比如说 我们的动词是不变的 但是 时间在变来变去 但是英文是 动词变化 时间也跟着变来变去 所以它两个要配合 好,那么我们先看 第一个 Exercise Good for our health Exercise Health 健康 运动有益健康 这就是一般的情况 永远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要用现在式 运动第几人称 第三人称 好,第三人称的B动词 就在这里 三人称的B动词是意 所以这一题答案 不能用B 要用E 这就是我们的判断的一个概念 动词 要用E 我们用红色的 好,第二题看看 第二题 The little girl 这个小女孩 Dance will 跳得很棒 Lost night 有没有看到昨天晚上 所以英文 昨天晚上过去出现了 那么时间变了 前面动词跟着变 昨天晚上是过去 所以我们用过去式 过去式的动词 我们Dance的动词 要加什么 过去式要加一个D 所以要用Dance 要加一个D 就变过去式了 为什么用过去 因为有last night 第三个 I go to the zoo with Ann Tomorrow 明天 我要跟Ann 去动物园 好,有没有看到明天 明天就是 未来的时间 所以英文时间变了 动词跟着要变 明天是未来是 未来是怎么写的 用will加圆形动词 所以go的圆形动词 就是go 不动 所以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I will go 这个就是改变的写法 好,再看第三题 She wants to visit the museum 他想要参观博物馆 museum是博物馆 好 这个want是三人称 有没有看到 want加了s 这是三人称 现在是加s 那这里有一个to 这是 所以不定时to 后面要加什么形 圆形 我们这一题要考圆形了 你看这个答案 他用了visit加了s 就不对了 s是不加东西的 所以我们这一题要考 不定时to 后面要用圆形动词 圆形就是visit 就这个字 不能加s 不能加ed 都不可以 这个就叫圆形动词 我们讲的很多了 第五个 jordan 乔登 可以弹 piano 钢琴 还有拉 violin 小提琴 拉 小提琴拉得很好 钢琴也弹得很好 这个是visit vion violin lin violin violin 就是小提琴 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can 这个can 我们称为助动词 好 那助动词后面一样 跟will 有助动词一样 后面要接圆形 可是这里的play加了s 加了s就不是圆形咯 所以我们要改回圆形 什么都不要加s要拿掉 用play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很基本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内容里面判断出 我们究竟要用圆形 还是用现在式 还是要用过去式 还是要用未来式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概念 好 我们下去看一看 但是 同学可能到现在都没有背过 老师过去是什么变的 我都不知道呢 好 这里老师做一个补充 英文每一个动词 不论你是b动词 还是一般动词 它都有过去式 跟过去分词 还有现在分词ing 都有 那你不要想看 老师弄那么多干什么 当然有作用嘛 它每一个重点都有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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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的告诉你 那它的变化有三四种类型 一个是三个一样 就AAA 像比如说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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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的意思 come, can, come 来 become, became, become 这是变成 这种变化 字典上都有 那么同学如果有问题 就可以去查字典 每一本字典都会有 所以放心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些练习 从内容里面 如果做翻译 我们从内容里面就要抓到重点 好,我们看第一题 林小姐 去年教我们英文 哦,你有没有看到去年啊 去年是不是过去式 所以这一题就要用过去式 教的过去式在哪里 teach, taught, taught 这就是这个字 所以我们这一题 这个要用taught 不能再写错了 不能再用teach式 不对了 现在要看时间了 第二题 我今天早上感到很不爽 不太快乐 今天早上也是过去的事情的 因为你讲这句话 一定是下午讲的 我早上很不爽 你下午讲这句话 那么早上已经是过去了 好,过去感到不爽 哪一个 feal 这是现在是过去式 所以我们答案要用什么 过去式 要用feal 这个才是正确的 第三题 我前几天看到一场火灾 有没有看到前几天 前几天也是过去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用看到就要用过去式 看到在这边 see, so, seen 在这里 过去式在这里 so 所以这一题答案要用 i saw or saw a file 第四题 路西昨晚去日本了 昨晚 也是过去的时间 所以这个去 要用过去式 去是哪里 go went gone 所以这个要用过去式 went 正确答案就是用went w-e-n-t 好,第五个 他昨晚来参加我的宴会 又出现了昨晚 所以昨晚是过去 所以我们动词就要用过去式 来的那个字 come came come 所以第二个字是过去式 答案要用can she came to my party last night 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了 你看到 时间变 动词就跟着变 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 有没有 时间都在变 还有呢 前几天 the other day 还有 昨天晚上 还有 什么 昨天晚上 所以 这个地方 印证出来了 英文 时间变了 动词也跟着要变 那中文只有时间变 我昨天去 今天去 明天去 动词都是去 但是 昨天 今天 明天 时间在变 动词不变 这是中文 英文是 动词变 时间变 两个跟着变 要变变变 就变死 这个 我们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 好了 这个就是有关 我们接下去要讲解的 这个动词时态的 很重要的基本观念 我就被搞得了 是 我这件事 我这件事 就会被搞得了